小雨生日给她准备什么礼物 嗯 这名字 还真直接 你好 欢迎光临 我要你们店里最贵的礼物 先生是想去挽回自己的女朋友吗 你怎么知道 先生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 我们店里这款玫瑰箱很适合先生的 这箱可以让你回到过去 如果你犯了同样的错误 代价会很贵哦 要一起看吗 有包米花哦 谢谢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倩倩 我保证以后你就是我的唯一 答应我 好不好 好 你微信里怎么都没女生啊 不是有你吗 哼 刚刚那是谁啊 哦 她啊 就是要微信的 我男朋友魅力真大呀 吃错了 放心 给的你的微信 嗯 拿我当桃花呢 没有 拿你当老婆 嫁给我 好吗 我答应你 我要做爸爸了 你看你这傻样 你喜欢是男孩 还是女孩啊 都喜欢 二选一嘛 嗯 我希望是女孩 比较乖巧 这是什么 你动我手机干嘛 照片都发到我 这里来了 你还敢问我动你手机干嘛 我就跟他聊聊天 什么也没做 你别小题大做行吗 我小题大做 那你告诉我 什么程度才不算小题大做 你让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你 我肚子好痛啊 还叫医生 我搞错了以后 你就是我的唯一 有人冒乎你心里 怎么都没女孩啊 不是有你 嫁给我 我答应你 怎么回事 我老婆呢 先生 同样的错误犯了两次 哼 让我想想 你想干嘛 您这么喜欢 沾花惹草 不得去变成花蝴蝶吧 这是 先生 现在您想买点什么